今天要播讲的故事叫 父亲 就俩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啊 叫刘振富 要说刘振富啊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不识几个字 上完小区二年级啊 他又追学了 以种地为生 他从来没有出过圆门的 据说呀 他到县城都能走丢 他家的地方呢 叫荷家信子 据说呀 那地方是蛤蟆撒破尿 据说呀 那地方是 蛤蟆撒破尿 后腹吓一跳 他家呀 就在后腹 地呀 全是落瓦礼 可就在呀 这样的地上 他呀 拼死拼活的老子 竟然呢 养大了五个孩子 三儿俩女 而他呢 硬是把老儿子 刘景文 培养成了大学生 那时候啊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呀 供刘景文上高中 可刘正复啊 却拍摆说 念 必须念 不单啦 念高中 还要考大学 刘景文听吧呀 当时呀 是泪油满面 因为呀 他觉得最不可能支持自己念书的父亲 竟然呢 支持了自己 从这之后啊 刘景文是刻骨读书 终于啊 考上了加莫斯大学 虽然呢 是三流大学 可对于啊 刘景文来说 那是天大的基因 因为呀 他们后五村 他是第一个考出的大学生 这个时候啊 刘正复的脸上 露出了 从来没有过的自豪 和开心 可这年呢 刘景文的母亲 得病去世了 刘景文 看着家徒四壁的家 其里呀 是莫名的沉重 可刘正复啊 却说 孩子 你安心上学 什么都不用管 家里的事啊 你不要问 你放心 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往 供你把大学念完 就这样啊 刘景文上学了 刘景文知道啊 刘正复给他 借了八天 才把呀 上学的学费结构 这些钱里呀 还有三分钱 抬的高利贷 到学校之后 刘景文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 那就是接约 为了省钱呢 他呀 几乎是不吃早餐 中午和晚上呢 都是馒头闲菜 基本上呢 是一块五到两块之间 每天呢 掰着手指省钱 就这样呢 坚持了一年 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 突然呢 得了一场大病 让刘景文呢 一下子病倒了 大概是因为营养不良 好多病啊 都一起来了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呀 给店付医药费 给帮找医院 病是好了 可呀 借的钱还是要还 在万般无奈之下呀 刘景文给父亲呢 打去了电话 十几天后啊 父亲 牛正父 风尘仆仆 来到了学校 也许啊 是因为衣着寒酸 他就站在草坪的树一样 打听儿子 刘景文 刘景文呢 知道后 急忙啊 跑了过来 要知道啊 父亲可是从来没有 出过远门的人 竟然呢 找到了学校 看到儿子 他端详了好半天 然后问 病好了吗 刘景文说 好了 刘正父说 好了就好 说着呀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 里边啊 包着一打钱 父亲说 这些呢 是两千六百三十元 你去还给同学们吧 不能啊 杨仁家 说咱们不讲信用 刘景文呢 很吃惊 问父亲呢 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呀 刘正父啊 刘正父啊 咳嗽了一声 说 还能从哪儿来的 借着呗 你身子没事就好 儿子 家里的情况呢 你也知道 要省着花呀 刘正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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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刘正文拿的钱 就是啊 刘正父 变卖变压器的钱 而这变压器 是他偷的 因为啊 偷变压器 他被关了起来 可不久啊 就放了 因为这个变压器 是刘正父在内 齐护人家的 也有啊 刘正父一份 刘正父呢 借钱借不到 就琢磨呀 反正变压器也要卖 于是 就自作主张 卖了变压器 卖钱呢 应该是 齐护平分的 刘正父啊 没有给那几户钱 他打算呢 就算借几户的钱了 可几户不干 这几户啊 就报警了 于是 他被抓了起来 后来 当然是刘正父 把这几户钱 还给阴家 他才呀 被派出所放 用什么还呢 他呀 把自己家 那个家徒四壁的房子 给卖了 这年暑假呀 有几户回家 发现呢 房子 变模样了 大门呢 也变了 屋里的墙呢 也刷白了 里边的家具啊 一应俱全 可住的人呢 不是父亲 你找谁呀 一个中年妇女 闻声啊 走了出来 有几户呢 心里顿时啊 明白了什么 说 这是刘正父的家吗 我是他的儿子 你的家 父女呢 愣了一下 哦 突然想起什么 你说 你是老刘家 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吧 这是放寒假了吧 怎么 你爸没告诉你吗 房子已经卖了 刘正文呢 惊得差点呀 没坐到地上 忙问女子 那我爸爸去哪里了 女子说 他呀 就住在呀 十几里外的一个野草店子上 他去给人家看草堆了 刘正文出来了 眼泪呀 那是夺眶而出 刘正文呢 发疯的把你哭着 喊着 向十里外的草店子 跑去 来到草店子上啊 竟然呢 没有看到父亲 因为啊 这里没有住人的房子 到了坡下 才看到啊 一个低刃子 啥是低刃子呢 就是在坡地上啊 挖了一个洞 人呢 就住在里边 看到父亲呢 从低刃子里出来 刘正文呢 心酸地叫了一声 爸爸 人呢 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刘正夫一愣 看清啊 是儿子刘正文 急忙啊 把刘正文拉了起来 快起来 咋回来了 还没吃饭吗 进屋 进屋 我给你弄饭吃 这一夜 刘正文呢 只字没提 变压器和房子的事 倒是啊 说起了母亲 用非常怀念的口吻 说起了自己的母亲 就这样 刘正文呢 和父亲 在地院子里 待了十八天 刚过十五啊 刘正文 便告别了父亲 准备啊 回学校 父亲呢 抖着手 从怀里呀 掏出了那个手绢 又把呀 手绢打开了 里边呢 有十块的 五块的 一块的 加起来呀 竟然有二百多元 父亲说 孩子 这是我呀 看草堆的钱 你拿去吧 刘正文的眼泪呀 围着眼圈 说 爸 上回你给我的钱 还有呢 你自己留着吧 他是真不忍心 拿父亲的钱 父亲的钱 太不容易挣了 刘正福 把眼睛一瞪 静下说 那钱呢 去了还仗 估计啊 走没了 我在家里呀 好对付 你到学校啊 动一动就得签 可爸呀 只能给你这些 借呀 是借不到 就差半年 你就要毕业 无论如何呀 你要把书念完 你大学毕业 就能挣钱 那个时候 就好了 刘正文的眼泪呀 一下子流了出来 点头啊 接过了父亲的钱 爸 你多保重 我走了 他呀 趁着父亲没有注意 刘正文呢 把一部分钱 塞到了路子底下 然后呢 转身 爬出了地印 说呀 终于毕业了 刘正文的应聘到一家国企 挣钱不少 他把呀 挣的钱都交给了父亲 让父亲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可当自己要买楼的时候 父亲把他的钱全都拿出来了 而他自己呀 还在住着地印 他说呀 地印的好 东暖下来了 听到这话呀 刘正文的心里酸楚的 不行不行 他发誓 自己呀 住楼后 一定要把父亲接过来 所以呀 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第一个要求 就是啊 女方的同意 接受自己的父亲来 后来 刘正文呢 终于找了一个 愿意接纳父亲的妻子 可父亲呢 说什么也不来 但他呢 有个条件 他说 我看呢 你大哥的儿子 我大孙子 是个读书的了 你把他呀 接到家里 培养啊 读书 考大校 这样呢 我上你大哥家去 他也会呀 好好地孝敬我 这个呢 刘正文 当然是同意的 这也是父命 必须同意 就这样 父亲呢 跟着大哥一起过来 而刘正文呢 把侄子 接到自己的家里 让他呀 在身边上学 并且要 日夜给他辅导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欢迎你 关注 点赞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